你确定这是射击游戏? 众所周知 远光84载具种类 吊打其他同类射击游戏 绝对是板上钉钉 是的 你没有看错 足足13个形态各异的载具 只有你敢信 最关键的是 它们可都不是善茶 眼前这个载具叫做飞行装甲 拾取后的玩家将会自动开启低空飞行 不仅如此 长按攻击键还能触发蓄力一击 如果遇到落单敌人 一击致命相当恐怖 而更加夸张的 还得是我面前这架飞机 其貌不扬它 自带变形技能 变形之后 不仅带有两发AOE导弹 还有两次蓄能的位移 可谓是相当拉风 当然同样夸张的 还有我现在开这辆蹦蹦车 谁也能想到 它居然可以变成变形金刚 不仅可以灵活弹跳 还能瞬间释放大量火焰 看到这里 你还觉得这是一个普通设计游戏吗